週二十四號 忠信兄弟 在台中洲際主場 迎戰富邦漢將 德寶拉 瑟莎上演洋頭對決 當一開始 約東華的擦棒球 打到主審計畫門的左肩膀 這一擊皮肉痛 表情看來相當的痛苦 還好經過治療並沒有大礙 剛剛是小白球不長眼 那二局上半棒球情人高骨灰 這是讓小白球上到觀眾席 凡槍的攻擊 右外野方向的陽春全力打 在新球季第一個打戲就開紅 對過去三年反覆受傷 去年一軍只出賽武士場的高骨灰 信心絕對是大大加分 敵館漢將這場有備而來 前面是全力打煙火秀 三局換安打接力 吳京龍直擊右外野全力打槍的長達 從一類出發的黃花張正維 八腿同奔 中西之兵回傳本壘 已經來不及漢將二邊領領先 本辦了好久的猛襄打線 終於在第三局 黃軍生敲出團隊 這場的第一支安打攻佔隔點圈 而且王偉成沒能延續活力 最後是留下了殘壘 剛剛中興兄弟是兩出局後安打上壘 無局的守命搭著詹子嫻 巧妙的安打開啟球隊得分的契機 下一棒的蘇維達也不漏索 把球扛到深遠的中外野 黃山局的豪哲奔戰二三壘 氣勢如虹 徐季鴻中間方正的滾地球 陳凱倫多拿了好幾拍 再把球拿出來完成傳球 勉強抓到一個出局數 不過詹子嫻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中興兄弟打不壓旦 沒人出局就攻佔了二三壘 中興很可惜最後只拿一分 沒能扳平甚至超前 而比賽先用後半段 漢將說我們要來頻頻看得保險分 機局上半高國貴林哲軒 分別是保送安打上壘 陳凱倫成功執行短打戰術推進隊友 負背受敵的得保啦 還好隊友蘇維達先用漂亮的手臂擋下危機 抓到第二個出局數 而邊對左打的花花張正偉 關鍵時刻男子漢的對決也是讓對手回房落空遭到三陣 利保布施的得保啦也很振奮 替自己七局掉兩分的優質尖巴 難無無 而這一分的差距在中興牛棚 謝榮豪傑守直扣 安打保送出現得點圈的危機 接下來棒球情人高國貴 這場真的厲害 中外野方向的安打建功 送回了胡金龍 個人單場貢獻第二分打點 也讓戰況來到3比1 漢將領先 九區下半地數中興兄弟最後反撲 保送跟安打接連上壘 超前分上場打擊的機會 徐姬猴揮棒落空遭到陳鴻文的三陣 最後的希望落在陳子豪的身上 可惜這三壘方向界外的飛球 成為智場比賽最後一個出局數 中場中興兄弟是1比3輸球 開季苦吞二明敗 本來繼續用紅人紅紅話君 綜合報導